我們請羅鼎晨一眼執行45分鐘 好 OK 那個主席 市長還有副市長及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各局處首長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我的總經理就開始 請放影片 謝謝 請大家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台大法律系高產生的眼淚 我們看一下他為了什麼事情在哭泣 司機謝謝你 可是我想提醒你我也是爸爸生的媽媽生的我也有一份正當的工作 可不可以請您下次不要再摔門 不要再上車的時候小聲的咒罵我 我聽了也很難過 我每天搭兩次的公車上車跟下車 我有50%的機率這樣子的被對待 而您一天可能不知道再載到幾個身心障礙的朋友 我今天只是請您把車離人行道稍微近一點 這樣直接放板子比較安全 真的不需要摔門不需要罵我 不需要摔板子 車上的乘客也聽得出來你在摔板子 我還是很謝謝您讓我上車 因為有很多司機不讓我上車 可是我想跟你說我是人生的 我也是一個人 我需要被尊重 好 謝謝 他講完這段話之後就要下公車了 然後呢下公車的時候他是 我先說明我這段影片是經過胡無先 經過他本人同意然後放在我們是總之群的題目來講 他下公車之後他是一個人 他是坐著電動的輪椅回家 他回家路上是邊走邊哭 邊滑邊哭 那麼就在台北市發生 台北發生 那因為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會哭 他所遇到的困境是 今天他只是一個可以自行駕著電動輪椅 出入他家裡或者是去工作去哪裡的地方 我現在想的是如果不是單純 他是有能力 有這個力氣可以駕駛這個動力輔具的話 而且更何況他患的是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就是見動人的這個疾病 假設有一天他已經完全不能沒有力氣去自己自行駕駛這個動力輔具了 那他還是需要靠著人力去幫忙的接受 那他的困境是 上下公車遇到的公車不友善的態度 那我們高雄我看到的是 在公車的後車停 是有這些狀況 我們的高雄市的各地方無障礙後車停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人行道後車停路面都有落差 而且重點是沒有斜坡可讓輪椅進入 這個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後車停沒有空間可讓輪椅進入 大家這樣看右邊那張圖好像看起來沒有什麼 看起來很大 可是其實這個後車能力是很小的 那如果一個今天獨自乘坐動力輔具的這個智商人士 他要等公車請問他要在哪裡等 在人行道上面等 還是在馬路上面那個公車 公車停靠出那個格子裡面等 第三 第三種情況 路邊後車站 旁這個路速速跟隆起 一樣的狀況 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 有心心障礙的人士不知道在哪裡等公車 第四種 後車停設置在分隔島上 周圍均無波道可進入 這個情況 這個公車站不是在路口 它在路 這個路 這個路 石路口 或是那個街道口的中間的時候 那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身心障礙的人士 不管是由他人輔助推送 或是他自己駕動力輔具 請問一下 他要到下一個路口 或前一個路口的這個斑馬線 過去之後再到這邊 可是一樣到這個地方 他無從去 他只能夠沿著那個 那個邊坡 道路旁這樣過去到那個 那邊才能夠停等公車 那一樣會發生交通上的這個困難 那我看一下 我們找了這個交通局的這個 高雲市關於無障礙公車的這個數量 高雲市目前無障礙公車共計有57輛 但是因為有些地區一天大概只有一個 一班次或兩個班次 所以這個運用上面可能 可能會有些問題 那雖然呢 我們高雲市有複康巴士 這一天經濟會提供的複康巴士 可是複康巴士 它是要預約的 那預約的制度 待會我想請請教我們這個 這是社會局還是交通局 待會請看 邀局長或者是 局長幫我解答 這個問題是什麼 有規定是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人員 搭乘複康巴士就一 得於用車前七日至前一日預約訂車 中度以上的身心障礙人員搭乘的話 要用車前六日六天或前一天預約訂車 那上述以外的服務對象 換句話說 輕度的或其他的不符合重度或中度的這個 身心障礙人士 他在前五天或到前一天就可以預約訂車 這個制度我覺得很奇怪啊 不是越重度的需要的狀況不是比較緊急嗎 為什麼他在前七天 那如果我狀況比較緊急 也許有臨時什麼狀況 那我可不可以馬上或前一天就預約 這樣子有一個問題 如果重度我在七天前就預約了 那可是我到七天後 七天後我臨時可以我取消我不用了 可是這個第三種狀況是上述以外的服務對象 可以前五天或前一天預約訂車 那我輕度或其他有需要的人 因為重度已經先臨時取消了嘛 那他剛好前一天預約訂車 那這樣子中度是不是永遠搶不贏重度 或其他的服務對象 這部分是交通局長幫我回答嗎 還是社會局 那請交通局長 交通局長回答這問題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羅議員 對無障礙我們的市民朋友的關心 那個這個有關把我們市區裡面 打造一個無障礙的通行的空間 這是我們持續在改善的這個目標 那剛才議員也提到有很多照片 看起來好像還沒有辦法達到 每一個後車停都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確實如果說我們把全市的所有的後車點 還有道路還有整個車輛 通通把它變成是全無障礙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長遠的目標 持續改進當中 我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 還有很大一段路 我們必須要努力 那我就先就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這個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們要通行 如果是要使用這個富康巴士 他有一些目前的狀況 因為富康巴士是編列一筆預算 由社會局編預算給交通局 那現在我們對富康巴士的運作方式 需求者真的是很多 所以為什麼需要分一些重度 或是其他程度的朋友的需求 也就是說通常我們的經驗裡面看到 重度的這一些朋友 他因為每一個禮拜固定要回到醫療院所去做一些復健或是治療 所以通常他們會先做預約 也就是說七天前他們就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還要回醫院 所以這樣反而是比較能夠保障他們定到富康巴士的這一個目標 那整個來講 富康巴士因為它預算限制 所以它變成 即使我們有提供了160輛左右的富康巴士 還是有很多人定不到 那定不到最近這幾年我們希望說透過無障礙計程車 來補足這個供給上的補足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它的這個身性障礙的程度 不同的部分 特別是比較輕度的 可以使用公車 用公車 那或是說如果不同的需求 使用到無障礙計程車 因為無障礙計程車它的彈性 還有它的這個機動性就比較高 所以也可以補足我們在這一個地方 限時目前沒有辦法達到全面的這一個現況 那麼如果臨時取消 它雖然七天前或六天前就預約了 但是它臨時取消的話 那下一個有誰 會馬上通知說下一個地補的人員來使用嗎 會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轎車的call center 是目前有我們委託的這個伊甸基金會 他們在處理這個這個所謂轎的部分 是 會馬上有這個地補 那如果說有一些民眾他一直打不進去 我們也要求富康巴士這一個轎車平台 要能夠轉介到所謂的市區裡面各個車隊 提供無障礙計程車的這種服務 那事情到現在狀況如何 有人反映說還是不足 或者是說你們這樣 這樣講好怪怪的 伊甸基金會好像服務它都沒有好 或怎麼樣之類的有沒有 我們要求伊甸基金會一定要做這個轉介的動作 當然另外我們交通局 對於這個整個車隊 無障礙計程車的車隊的宣導 我們也做得相當多 這個部分在為了能夠讓無障礙計程車 提供我們市民朋友的需求 所以我們也有一點類似像富康巴士 提供給使用者有一些 經費上的補貼 目前是最高補貼到72塊的車資 希望透過這個部分 能夠讓我們有一部分真的需要 類似富康巴士服務的市民朋友能夠願意 而且能夠方便的轉介到無障礙計程車 無障礙計程車這個部分 我們本市的經營的績效相當的高 因為我們是利用一卡通刷卡 會去確認這個部分真的是搭載無障礙計程車的 就是身心障礙的市民朋友 所以我們的值會是高於交通部所定的 無障礙計程車補助的標準的50% 我們幾乎都到60% 這個部分已經是變成我們其他各縣市 交通部認為我們高雄是一個指標性的城市 好 局長 我剛剛給您看 我們看到這些候車庭 都是在市區裡面的 鳳山 博愛路 民族路 這些都是鳳山無甲路 這些都是我們在市區裡面交通量非常大的道路 那坦白說我自己也不知道說 實際上在使用公車後車單獨的 生意障礙朋友有多少 那其實包括這次總資訊的機會 我也希望讓他們知道說 這是他們的行的權利 他們的人權 所以值得他們自己去 或者是我們協助他們去奮鬥努力的目標 那我也肯定這個交通局 因為從102年到今年 對於這些慢慢改進這個公車後車艇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然後也非常感謝交通局市府這部分的努力 但我現在的目標就是聲音障礙人士 無障礙空間的使用 那這部分其實 尤其在市區裡面 在交通量很大的時候 這個其實發生意外的機會其實很高 那這部分局長有沒有 局裡面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或是要優先改進的地方在哪裡呢 是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有關我們對於無障礙公車站 公車站或是公車停的改善 從97年到105年 這中間我們大概整個重要的路段 有改造了大概131處 我們每一年一樣持續申請公路總局的供應計畫 希望能夠盡量改善這個方向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車子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只要是公車業者 他們要太舊換新 我們要求 它要嘛就是要引進滴地板的公車 要嘛就是要有通用無障礙的這種設施 包含它可以有升降的這種輔具 才能夠達到我們這個補貼的標準 這一種要求 所以在車輛的部分 目前大概整個全市裡面 將近1000輛左右已經達到36個百分比 還不夠 因為每車子進來以後 過去的車子要等8年它才會太換 所以我們透過太換的這個機制 能夠希望它在太換新的時候 就能夠引進這種滴地板 或是無障礙計程車 我們希望通用型的無障礙的公車 希望在未來幾次的太換過程以後 這個36%可以再更高的提升 另外我們在我們的公車的 這個動態資訊系統的APP裡面 我們也要求把哪一班次 它的車輛是什麼樣的車號 而且它是不是滴地板 或是通用型的這種無障礙的公車 要能夠加式這個Logo 讓民眾能夠知道 等一下哪一班要來的車輛 是滴地板 或是有通用型的輔助機具這些車輛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地方 呼籲我們所有需要的市民朋友 也能夠多多使用我們這個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的APP 這樣除了可以讓我們知道 車子什麼時候會來 還有車子的車號 以及它是哪一種車型 都能夠很清楚的一手掌握 好 局長您請坐 謝謝 那關於這個公車站的設置 這個經費是社會局要去設置 還是教育局設置的 局長 邀局長要先回答嗎 請社會局邀局長先回答 社會局長請答 這個經費是編在社會局 那所以設置是你們要去規劃設計 還有這個 設置跟設計是由交通局 經費是編在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也會跟中央申請補助 所以你們的 因為當時我請助理在問這個時候 坦白講 社會局跟交通局有點權責上面 我們這是經費方面 是社會局的 那好 局長您請坐 那請交通局長 教長您先請坐 謝謝主席 謝謝羅言 我可能澄清一下 可能邀局長剛才他回答的是 富康巴士的經費 富康巴士的經費是編在社會局 那至於說這個有關公車的 車庭的部分 相關的設施改善這個部分 是在交通局的 OK好 局長請坐 謝謝 那這個 工作 工程浩大 但我想我們還是要努力這部分 因為畢竟我覺得高雄市 好不容易爭取到移居城市 我覺得這個少數部分的弱勢族群的 行的安全跟他們的人權 這部分其實是我比較重視的 那我們也必須 我們有多點能力 就幫他們多做點事 這是我所期許 那個交通局跟社會局 共同努力的部分 謝謝 那下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 我們的公佑 入園 今年有很大的改善 很大的入學的方式 過去呢 1050年度我們看到 報名程序是報名 抽籤 報到 各在不同的天舉行 不同天 那差異是 每個學生可以同時報名多索 優點是學生抽中的機率比較大 可是缺點是行政負擔比較重 那這部分人數差異呢 跟我們今年1060年度 改制後的差異是 過去上個選年度呢 部分比較熱門幼兒園報名人數 約為實際招生人數的8到10倍 這個8到10倍不是我隨便講的 這是我一間一間打電話去問 那坦白講 國小副社的公佑 或是獨立的公佑也好 他們其實 其實還蠻熱心跟我講這個報名人數 8到10倍 好 我們看今年1060年度 報名抽籤 報到 也是在不同的天舉行 可是 每個學生只能報一所 公佑 那這個優點呢 招生 招生 招生不易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 以前今幼兒園來舉例 今年跟去年就差很多了 今年有 有三歲到五歲 因為他們的 實際進來的人數沒有像去年那麼多了 為什麼 很多家人認為說 前今幼兒園 一定很多人去報名 所以呢 他們很多父母就已經先 改到其他幼兒園去報名了 結果造成 這個前今幼兒園 今年好像差很多 至少差了 這邊10幾人還比較少 因為是幾十個人 所以 但是呢 這個相對的對我們的工作員 行政負擔 輕很多 這個是老師 親自跟我講 他們很 坦白講 他們很感謝能夠改變 但是他們行政的負擔 工作這個量 輕了很多 好 儘管如此 我們的父母呢 還是哀哀叫 為什麼 他們必須去押寶嘛 如果離我們家比較近的公佑 我想說 這邊已經很熱門了 比如說育成幼兒園 這個基本上是 目前為止 還是很 這個報名還是 還是Double的 這是還比較多的 那育成幼兒園 幼稚園 大概住附近的父母可能說 我可能也抽不到 他可以轉而去 比較遠的 去抽 那可是這樣就很奇怪 我們的幼稚園 不是要 離家比較近 然後是 離家裡 就比較 比較方便的 這個狀況下去 入學 這樣不是增加 增加父母親的方便嗎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說 局長 教育局長 有沒有 因為今年事情之後 大概局裡面有沒有 需要什麼反應 老師或者家長 大概 雖然是新的改制第一次 事情總是 實際面跟理論面 我們還是 有多缺失我們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接下來我要講其他縣市的做法 好 請先請局長 范局長的回答 謝謝 謝謝長達 好的 謝謝羅議員 好幾個會期我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今年確實因為改變了 每個家長只能夠報議員 他相對來講的整個每個議員的錄取率達到 平均百分之五十八點一七 那如果是沒有現報議員去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其實提升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一七 可是發生羅議員提到的問題 就是家長如何判斷我報哪議員的問題 那所以今年這個作業整個是在四月底完成 那我們就會再開這個檢討的會議 聽取各方的意見 那也有其他縣市其他都的做法 可以跟我們來做參考 需要再來談一次 雖然跟去年相比 今年相對來講 中籤的率也增加了 那整體來講 因為只能到五十八點一七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家長是抽不到的 他還是覺得很焦慮 或者覺得他原來應該去報另外那一員等等 所以資訊的更加透明公開 可能是必須要思考的 就讓您說謝謝 謝謝 我們看一下台北市的做法怎麼樣 台北市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聽起來還蠻有效的 他們是同一個階段報名 抽籤報到同天進行 我今天五月十號 假設是育成幼稚園 今天來報名 馬上抽籤 馬上報到 我今天來報名 沒有抽到 我可能到明天 明天可能是前天幼稚園 我就到前天幼稚園去了 所以 當然這樣父母親要去跑 沒有抽到去跑 一、二、三、四、五 按照他們自己的志願去跑 那父母親也會去想說 如果太遠的 他們可能就放棄 或者是另外找 找人去家裡帶小孩了 總之我覺得台北市的做法 姑且參考看看 他們把各個幼稚園區分不同時間 就是報到抽籤那天都進行 讓父母親可以確定說 我的小孩 可以確定你念這間幼稚園 我今天如果沒有抽到 我明天趕快跑去另外一間幼稚園 我第二支園的幼稚園 我繼續去報名 然後抽籤 沒有抽到 我就到第三支園 這個做法 我想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應該聽起來也還蠻有 還蠻有效果 至少是不是又能夠再減少一些 父母親的哀哀叫了 這個請局長 在我們局長會議所提出來看看好不好 謝謝 羅雲元提到的這個做法 其實跟那個報多元 只是分階段而已 如果說我們在某個區域內說 我們讓郵集所是先 先報名先抽 然後再留下的位置出來看 第二階段這樣子的話 好像定位比較清楚 對 可是跟去年以前的做法 比較來講 也是它本來就是會報好多元 然後每個都去抽 那現在把它時間區隔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我們會來評估好嗎 好 OK 就要評估一下 我只聽到台北市這個做法 當然 局長您先做 當然台北市的公佑的肩數 跟我們比他們可能比較多 他們的那個 當然 父母親選擇也比較多 那我們因為資源比較少 那我們可能 當然是我們還慢慢要進步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未來的方向 如果我們的肩數很多的話 其實也是為 為各位爸媽媽來 來謀副業主 這個是我比較關注的點 好 那局長 再您做參考 接下去的問題是 有關於毒品出這句話 本來私改會議是所有法律人的 我覺得是幾十年來的一個夢想 可是呢 私改會議討論到現在 基本上不只是我個人 我們幾個法律人 檢察官法官學長學弟同學 律師 都覺得有點 糟糕了 討論已經天馬行空了 那尤其這一點 有關於毒品出這句話 這個在4月9號 這個 私改會議第五分組的這個 會議紀錄 他們覺得 由委員提出來 他們覺得 這個施用毒品部分 單純施用毒品部分 這個行為 以保安處分 作為法律效果就好了 不用 刑法上面可能要把它處罪化了 那 還討論了 販賣未遂 跟意圖販賣而持有 什麼叫意圖販賣而持有 律師辦過很多 意圖販賣持有的狀況是 他被查獲的時候 至少數量是很多 而且 有夾鏈帶 而且 可能會有電子棒秤 當你有這些東西存在的時候 基本上 是我們的司法檢察官員查獲 檢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你要怎麼解釋 為什麼你查獲毒品 會有電子棒秤跟夾鏈帶 被告都說 我自己秤了 我自己要使用的 坦白講 我當律師那麼多年 每次幫這些人辯護 你講話我都聽不下去 但是你的人權 我還是幫你辯護 信不信 法官判斷 那這個除罪化 如果單純是用毒品 這個法律效果 如果真的除罪化之後 這個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有多大 或是好 變好或變壞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委員 或是市改會議 因為我 坦白講 為什麼我把這個問題拿出來 這邊講 我人為嚴親 我們不是什麼 可以到中央去跟市改會議 或跟總統 或跟法務部 探討這個問題 在這邊我想請 也許市長哪天去開會 或是我們局長 局長去開會 跟上面講 還記得嗎 我在之前的質詢員時候提到 我之前辯護了 在屏東的某個村 某個鄉的 從三四十歲到十幾歲的小孩子 全部被抓起來 被判毒品販賣 或單純試用毒品 為什麼 那個村年輕人都被抓起來 去關了 那個村要滅村了 為什麼 我單純試用毒品 我今天買了 我吃了 剩下的 我送給我的同儕朋友 只要單純的 就是轉讓 那我賣給你 賺五十塊一百塊 不要懷疑 這些小毒蟲 他們是連五十塊一百塊 都會斤斤計較的 曾經我的朋友 他們在美農呢 蓋了別墅 他們大概兩三個禮拜 才會去美農住一次 可是每次回去美農呢 北梯亞 家電 都拔掉掉 門窗戶 為什麼呢 因為美農有這些小毒蟲 坦白講 我真的不想講這個 美農就是這麼多小毒蟲 上個禮拜 不是一個報法師統 在竹山溝那邊 要鬧自殺的 美農曾幾何時變成這種狀況 我自己也很心痛 就是這樣 這個在美農 蓋別墅的 外面的朋友 他們每次去住 要去度假 回去家店 鐵窗的北梯亞 那個蓋子都被拔走了 都會拔走了 毒蟲變賣之後 賺一百兩百三百 可以去買一公克 或零點五公克 安菲他命 或是海洛因 海洛因當然更貴了 K他命 他們也爽啊 這個不要懷疑 所以他們可以尖叫這個部分 所以 單純使用毒品 也許委員的考量一件事 單純使用毒品是 沒有被害人的犯罪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查過 或辦過抓毒販的狀況 一個毒販 他自己吸毒 當然是殘害自己身體 被害人是誰 他沒有父母 他沒有小孩 他沒有老婆 沒有家人 我覺得被害人是 外面鄰居朋友 外界的眼光 對他們自己家人的眼光 再者 我剛剛講了 單純使用毒品 他們為了去買毒品 基本上 基本上 毒蟲的話是絕對不可相信的 我相信在講 毒蟲為了要達到他們的目的 為了要買到這一些微的毒品 解他們的癮 他們什麼話 他連跪下來叫你爸爸媽媽 他都都願意 我自己 這是我親自經歷的狀況 他們竟然願意這麼做 我覺得你 人生為什麼要過這麼賤呢 這麼低賤呢 所以這個毒品除去化 我覺得 實在是 實在是會有很大的社會問題 這個狀況不像 我記得我們在 我們大學的時候 以前票據法是有刑責的 今天議長不在 法制局長大概知道 以前票據法是有刑責的 這個很奇怪 票據法有刑責的時候 當時 反而是票據的犯罪一堆 可是 當刪除票據法刑責之後 欸 票據犯罪沒有了 這個很奇怪 那我不知道委員 是不是用這個案子去想 這個單純試用毒品 所以除去化做 是不是他們就不去試用毒品了 或是這個刑責沒有 他們就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問題 我想請教局長 您的看法 對毒品除去化的看法如何 那請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羅憶 羅憶恩剛才那個 執行內容就知道 羅憶恩對這個毒品的 這個狀況掌握很深入 而且很有經驗 那毒品的危害是全面性的 不是無被害人 它不但是個人強害自己 而且也讓一個家庭混亂 然後傷害了整個家庭 而且因為要吸食毒品 可能也會危害到治安 所以這個是全面性的 所以我個人 絕對是反對除罪化的 那局長您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經驗這個毒 我不知道您的經歷如果 坦白說我沒有認真研究過 但是這個關於抓毒品這部分 其實他就問的是說 雖然我的問題上沒有提到說 但是我們是否準備要設一個 毒品防治局 那我們中午我們大概要 我們要討論這部分 設置的問題是如何 那因為局長您先請坐 您請坐 我還沒看到完整的這個組織的草案 但是我現在能夠先想到的是說 過去我們法務部成立這個連政署 有調配的這個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調查員 他們的職缺就直接移到這個 人力就直接移到這個連政署下面去工作了 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我們成立了 當然這個毒品防治局 我個人認為絕對有必要 那這個的人員 人力從哪裡來 如果是我們只是修採這個 我們組織法的話 因為檢察官歸法務部管 調查員歸法務部管 海巡署的查記的當然歸海巡署去管 警察歸警察局 警政署管 那這個我們調配這些人力過來 怎麼調配 那是要經過中央同意嗎 還是另外立法那邊 中央要重新修法或怎麼樣 這個可能我還不大清楚 那另外就是說 公權力部分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行事事法規定司法檢察官員 本來就有公權力去查記這部分 那還有就是我們編制的人員 人事預算還有其他預算等等的狀況 我這個部分 局長 OK好 請局長幫我說明一下 好 局長您說明 謝謝羅議員給我這個機會來說明 是我要成立毒品防治局的 它的一個功能任務 以及未來所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很多查記單位 包括警政署 包括那個海巡署 包括調查局 很多單位都做查記的一個工作 但是查記的工作這幾十年來 確實我們很努力 也斷延一些走私的 或是我們自己在本島裡面 有在製造的 我們都有查後 這個量查後的蠻多 查記單位也很努力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吸毒的人口 反而沒有減少 這吸毒我們就是說 現在的一個毒品政策 就是他把它送戒制 或是說判刑 那判刑戒制回來的 還是會再犯 那還要再犯 查記單位還是一直抓 所以這些人都沒有辦法改 所以市長看到 後端的這一塊 如何讓這些吸毒的 不要再吸毒的 遠離毒品 斷結毒品 然後給他們一個治療 給他們的苦導 然後給他們一個 一技之長的一個訓練 然後可以回歸一個 找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工作 可以回歸社會 回歸這個正常的生活 現在市政府要做的 毒品王自己是做這一塊 不是做查記的工作 是做這些 就是吸毒的 回歸社會的這一塊 那另外 沒有接觸毒品的 也不要讓它進來 不要讓它進來 所以這一塊 就是說救一個 就救一個家庭 就減少一個吸毒人口 減少一分的一個危害 所以跟警察查記單位 是沒有重疊 沒有 就是說沒有重疊 功能沒有重疊 但是是相互相整的 OK 我們毒品王子局的目標 簡單的描述就是這樣 是在反而是注重後續 他們如果輔導他們 OK 好 好 居長您先請坐 陳柔居長剛剛講的 我這個法務部的 法務部的統計人數 我們看一下 最右邊 熱戒 觀察熱戒 觀察熱戒 通常就是指 第一次抓到有實用毒品 那我們先送你進去 檢索那邊 當然不能講檢索 就是觀察熱戒 進行熱戒 大概快兩個月的時間 看看你有沒有毒癮 如果沒有成癮的話 基本上假官之後 就不起訴處分了 第二次之後 你以後就抓到 這個可能就強制戒治 我們看一下喔 105年度 1月到3月 觀察熱戒是1650人 強制戒治是156人 106年1到3月 觀察熱戒是1776人 強制戒治是164人 坦白講 比去年的還多 而且這只是1到3月 那如果加乘以4的話 也是跟去年 105、104、103、102年 差不多人數了 可是整個的偵查案件 起訴人數 還有判決有罪的 執行的這個案件 這個人數 我覺得還是每年 稍微有增加的趨勢 顯見喔 用毒品賣毒品 轉讓毒品等等的 還是很多 這個狀況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 我們已經 警察同學已經 我們的司法檢查關於 已經很努力了 這個狀況還是發生 所以 我很期望說 我們毒品防治局成立之後 承諾局長 市長的用意是 我們希望能輔導你們 不要再犯了 出來之後不要再犯了 你觀察熱戒 讓你逃過一劫 不求無處分的 你不要再遲了 不要或者是 再碰毒品這些狀況 那 這個是本來 我現在三個主要的問題 那還有點時間 這個我想說 我們 關於性別平等的教育的部分 我 過去之前這個 家長會 我記得一個家長會 聯盟在我們這邊 會議室開了會 那剛好那天呢 我們還有其他另外一個團體 在我們的議會外面呢 也發表看法 那 這個事件 我特別去詢問了一下 我那天當老師的朋友們 我很好奇 我跟你講 我沒有任何的立場 我 只是好奇這個問題 關於性別平等 教育 這個有中央立法的 那我們也實施 我們也將這個立法的理念 然後在我們的國中 國小的小朋友 去教育他們 關於兩性平等的問題 怎麼會變成 當然家長聯盟他們講的是 老師教學人怎麼樣怎麼樣 同性戀 不不不 不應該同性戀 然後他怎麼去發生性行為 我很好奇 我們的國中 國小的 當然國中有性教育 這個沒話講 我們國小的 教科書 有特別專注提到 性別平等教育這個專責 或者是 或者是 課綱嗎 局長 這個比較題外的問題 我 您 要不要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比較臨時 請 范局長 好 請 謝謝羅議員 這個問題其實從去年以來 就一直討論到現在 其實家長或社會大眾 對2004年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 到底在學校內如何實施 其實是不是太了解的 其實就是每個學期有四個小時的課程 議題式的融入 所以國小它其實是沒有特別的課本的 那國中跟國小其實跟過去的健康教育 其實是相關的 過去有很多關於性教育議題是放在健康教育裡頭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健康教育跟性別平等教育之間 家長也不是很分得清楚 所以他們引起他們憂慮的 通常就是說 他覺得發現了很多不適合的教材 怎麼會在學校教呢 那經過我們實際了解 其實在學校內根本沒有用過這些教材 那目前五月份開始我們辦六場分區的家長座團 就是讓我們性評委員會 性評議題小組 國教輔導團的這些優秀的老師 還有有經驗的校長 跟家長們說明就是說 到底性評教育在學校教什麼 然後現場聽家長的疑慮跟他們的意見 收回來以後我們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市府的性評教育委員會也提到說 我們今年重點應該多做一些社會教育跟家長教育 那畢竟小孩子成長的這個階段 什麼時候適合學到什麼 那家長也可以表示意見 那他們覺得有些意見 我們也把它轉給中央教育部 因為他們負責審查這些課綱 依據課綱去編定的一些龍路式教材 所以這個都在進行之中 學長您請坐 謝謝 我後來去研究這個部分 為什麼會有這種爭議 我也把課本 我也特別去問了 坦白講 沒有一個老師有特別上課 是講說 男生女生同志念 怎麼樣怎麼樣都沒有 是上課的時候 偶爾帶到一兩句 大概是這個觀念 教導小朋友性別平等 不要有男尊女卑等等的觀念 這當然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還是會有這個爭議存在 那 話又說回來 我覺得 每個人的人生性向如何 這個選擇如何 這個 能夠用法律去限制住嗎 這是個問號 那 當然 同性多元成家這方面 我 地法院也討論很多了 那我不知道現在 最終的版本是怎麼樣 那至少 至少我覺得 關於 同志朋友他們要收養小孩或成家 成家我沒有問題 那收養小孩等等 關於教育部分 這個是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的 那我覺得不應該 不大 也不好是 講白就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中小信長的自由 那 您堅持你的中小信長的自由 我沒有意見 但是您不能 一本 經書 比如說可蘭經 為什麼 IS 或者是他們 叫國家發生的戰爭 對一個 他們自己教育的 我不能講是誤解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 理解的方式 可導致著仇恨了嘛 就覺得 也許 我們比較優越 或怎麼樣嘛 那我覺得 終究是 要正視的是 事情是 怎麼樣 就怎麼樣 而不是你們自己去 去講說 也就是有問題的 也許 但是喔 我覺得 會發生這種 這種 理解 是不是 確實有一些 國中或國小 一些某部分少數的老師 有在上課講到 當然 這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人生觀 或價值觀 有跟小朋友教育到這部分 可是我覺得 這樣的聯盟 你們自己可能要去提出 舉證說是哪個部分 你不能這樣一昧地指責 我們的課綱是有問題 然後你們要介入老師課綱 那基本上 你們要審課綱 你們要有實際的權利 那老師 坦白講 私底下 敢怒不敢言的老師很多 是居多數的 那他們也不敢 表白他們的一場 也只能透過我們在一場 發聲 表達他們自己其實是很憤怒的 你們家長 那老師 你們有本事 你們帶回去自己教就好了 好嗎 那基本上 現在小孩子坦白講 老師 很難教 很難教之下 我所碰到的老師 都是還有熱忱的喔 如果遇到沒有熱忱 他們只能等 等退休 或者是他們基本上還年輕 基本上 但是就是覺得你們的老師 小孩子 父母親 現在把小孩子當成 膩 膩膩都是 沒話講了 如果你們要這樣子 那基本上 老師這樣就放生了 他們寧願喪失這個教育熱忱 他們覺得小孩子 再怎麼教 教好 教壞 都是別人的小孩 不是我的小孩啊 但我覺得 我們的教育真的要變成這個樣子嗎 這是值得省事問題 那最後一點時間我想 看市長有沒有什麼 對於毒品防治局 還有什麼 我們社會福利要做的 市長說明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謝謝 好 陳市長 非常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羅一元 那羅一元今天關心了幾個議題 第一個 無障礙的空間 尤其剛剛我看到那個學生在車上 那麼可以說讓我們很難受 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有欠缺同理心 那身心障礙者的不方便 那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有更多的包容 所以高雄市在無障礙環境的推動上 那我們當然很努力在做 不過當然還有很多地方還是做得不夠 那我覺得剛剛羅一元提示的這個部分 那我希望未來我們的公務團隊 在任何高雄基礎市政的建設上 更應該重視對於老弱身心障礙者 不方便的人怎麼樣子給他們 大家心中無障礙 讓我們實質上他們的行動沒有障礙 那我們盡量朝著一個更進步 讓身心障礙者活動上這個部分 能夠減少空間上的足隔 這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另外當然我看到羅一元非常關心毒品的問題 那高雄市政府在全台灣 我們第一個如果議會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大概成立的緩毒防治局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吸毒 就剛剛羅一元的故鄉美濃 那麼淳樸善良的一個 我們認為全台灣保存客家文化最優質的地方 現在也發現我們很多人 在一個不知不覺中都吸毒 吸毒一開始吸毒到慢慢的演變就是緩毒 那所以現在大家討論 那我們的施改會議 到底吸毒要不要出罪話等等 那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會有很激烈不同的意見 那因為這個吸毒的問題確實是很嚴重 那高雄市是認為我們現階段 不管我們相關的檢調單位 檢查局在這個部分 他們扮演他們相當的功能 不過那這些怎麼樣子 效益局在對於吸毒的部分 怎麼樣子讓學生了解吸毒 對他的健康 對他人生的未來很多的嚴重性 這個是必須從小 讓我們的孩子知道怎麼拒絕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的衛生局 社會局相關的基礎 在對於現階段 吸毒的更生人 他們有些時候 他們不盡然是那麼壞的人 他的吸毒可能有很多各種不同的因素 但是要怎麼樣子的協助他 慢慢讓他走出他人生的陰暗黑 然後協助他慢慢走上社會 所以未來我們的這個相關的基礎 相關的功能 在緩毒防治局上 希望能夠分工得更好 希望高雄市在做以毒品的防治上 能夠做得更有效能 更有效力 讓所有的家長不必那麼的擔心 讓吸毒的一個家庭跟個人 覺得說他們其實戒毒 很多未來還是很有希望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努力來做 所以我們看到建議因為毒品 我建議 我們建議人滿為患 那裡面有很多都是吸毒的 所以我們是非常的痛心 那我覺得說今天台灣的社會 真的變化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因應各種不同的狀況 給予這些誤入歧途或者人生的方向 有一些挫折的人 那我們給他們最大的支持 謝謝羅一言 下一節那個周齡文執勤 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市長要答覆 四十五分鐘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